家俩先生活一段时间 先讲话的 不是说失婚吗 失婚 跟你别闹了 我要失婚 我都丝毫有婚 真是应了潘金莲的心跳 您在花夏子 做鬼也风流 啥叫失婚啊 得亏有点文化 一般人还真没这本事 能把白嫖说得如此 精心脱俗 小伙伴们 还认识相亲多次的人民教师宋大哥吗 我都快没脸介绍他了 方老师 好久不见了 好久不见了 这都东西开啊 你这个到底给我整小厂了 这位左腿一米一 右腿一米二的宋大哥 今年56岁 月入5200元 有房 老宋之所以相亲多次都已失败告终 主要原因是一直没有一个 完全符合他择偶条件的女士 大哥要求对方的职业 必须得有编制的 才能配得上他教师的身份 而且还得是未婚 没有生过孩子的 身高也必须得比他高 要我说 但凡精神正常的 都不会多看你一眼 你还是快醒醒吧 此时的老宋 就像一头饱受饥渴的恶狼 号称在不成家 都要影响他的教育事业了 真是泪蛤蟆靠青蛙 穿的不花玩的花 教书育人的人民教师 咋能在大庭广众之下 如此厚颜无耻呢 这样的老师教出的学生的啥样啊 为了这次相信 老宋也是有备而来 再次对则偶标准 做出来明确要求 一 形象好 二 身材好 三 年龄必须得五十岁以下 看着老师的则偶标准 再瞅瞅他的土豆子 成了精的形象 这可把红娘小哥给仇坏了 我说老宋啊 国内确实不好找 不行咱去非洲吧 可大哥说了 人家对肤色也有要求 所以只能在咱们的东北三省 嬉嬉爬了 现在你就得往好方面努力 现在另外咱们的范围 又扩大了嘛 跑长春了嘛 看来那两次不带今天事嘛 好家伙 吉林爬了干净了 又跑长春霍霍了 根据老宋的要求 小哥先给他找来了 今年五十五岁 做服装生意的董大姐 虽然年龄不符合大哥的标准 但看在海拔的份上 大哥决定放松条件 就是这长相有些不尽如意 长得一般 他就算一般人吧 就说能打六十分吧 你可拉倒吧 就你这冬瓜头上 顶土豆下边 再插两根黄瓜的模样 咋好意思挑人家呢 大姐也是一点面子都不给 上来就落大实话 因为我的标准是啥呢 工学必须在五项岁以上 有固定收入 有固定住房 这是硬件条件 那他都有啊 身高的一米七三以上 最低的一米七三以上 必须的 对对对 大姐的意思很明确 虽然你的硬件条件还算过关 但这软件实在拿不出手 这下老宋急眼了 就这形象不行工资来凑 只要你跟了我 我的就是你的 还同意的话 我工资就叫做 我工资就叫做 完事怎么样 我工资好 还用工资 给你没收了 给我没收行 但别人不行 你就委屈点呗 小看人的不是 任大姐是做生意的 缺你那仨瓜俩岛啊 我咱们自己的 好哥们 好姐们都可以 真的 我这一做生意 我就是坦才说话 就直 得了 老伴没找着 竟结下了的好姐们 被大姐无情拒绝后 小哥又给老宋 找了一个更年轻的 小天不告诉他们 就找一个老头 你老板的房子行 老头好 老头又老宝 老头是还少 老头没了还能找 看来这大姐 也不是一般人啊 两人一见面 大姐直接问出了 老宋最不愿 面对的问题 哎哥你身高多少些啊 身高的一米七三以上 最低的一米七三以上 必须得是七三 对对对 我身高一米五高 你呢 这我说实话 咱不能胡 就这么个儿 本以为这次相亲 又要败在身高上时 没想到大姐却表示 身高勉强接受 但是 我十九岁的闺女 你得给我养 一听掏钱 老宋立马之棱了 你家闺女 她爸为啥不管啊 他那个男人不管了 你原来那个账 对 他不负决认呢 他从哪个都会花了他爸钱 不是 你在离婚那方面 他也拿 不拿 你可以反而起诉的 因为这次她的 不是说是你拿她的 她都快要饿死了 你这找这个男人 不饿死了 大哥 人家爹钥匙管 大姐还用下价吗 你就说掏不掏这钱吧 你看你俩对我 这个 这个 对我如何 你是 等你应可了 是吗 你得把工资卡给我 我拿钱 不给我 不给我 我都不可能跟他过 此时的老宋 就像矮子骑上吧 上下两难 不给钱 怕没你跑了 给了钱 怕自己吃亏 就在千句一发之际 老宋突然想到了 一个鬼点呢 家里先生活一段时间 完了之后再干嘛 先就讲话 不说试婚吗 试婚 不行 哥你别闹了 我要试婚 我都试好一回 我就不是试婚的人 你也过了人 不会说话 能不能把嘴 拿着浇在站上 咋的 过来人就可以 随随便便 没有到的底线了吗 这是为人实表的人 名叫实说出的话吗 你这是打的 相亲的谎的白嫖啊 这个吧 跟过不过来人 就是说都没有 没法怎么管 知道吗 因为没有必要去试婚 你为什么要自己掉坑里呢 掉坑里 我知道我要啥 对什么口的 对不对 那个 你可以生活的时间 你俩 生活的时间 不是说别的 就是 咋生活不行 真的 咋俩就是给我做饭的话 我给你俩打下手 咋咋过去 说不适合 不试婚 啊 不是说别的试婚 咋懂啊 别的试婚 此时的大姐也是失去了耐心 就你这土豆丘子 领出去逗逗人 让你上交工资卡 那是看得起你 工资卡交给我了 你就不管钱的去向了 拿到如果菜刀都够 姑娘花了 没饿到你 你就认识 对吧 给你姑娘花钱 就给你账户 你这什么 你这嘴是开过光的吗 咋这么回老呢 得亏大姐脾气好 要化个脾气爆的 你今天这个秃脑瓜蛋 就能被咽成乳蛋了 这使得老宋依然不放戏 说啥也要跟人家处处 过两天上上级临呗 他俩处处呗 行不 咱们想我其实是城市小啊 留个联系方式呗 我们俩处处 联系联系行不行 以朋友的身份 咱们就是接触接触 可以 以未婚妻方式 那现在都不达不到 你对象的方式 交个朋友多个朋友多条路这种 就是那个开始 开始 你看咱俩的话能不能聊到这块去 我能不能把你的海拔给忘掉 是不是 你能不能把那公司卡 那个心甘情愿的交给我 问我的去向 你会吧 这两人都是山里的狐狸 各有所图 是与两人能不能走到一起 掰着脚趾头都能想出来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啊 如果你也喜欢小迪分享的视频 那就动动您发财的小手 长按点赞三秒钟 咱们明天见 请不吝点赞三秒钟